股神巴菲特的伙伴99岁的传奇投资家查理芒格去世了 很多投资圈的人士都在发感想发 立志名言悼念他 作为股神巴菲特的助手和发小 芒格一直很低调 偶尔露面也是安静和善的老人 这就导致很多普通人不知道 也不关心查理芒格到底是谁 但他其实早就影响到了咱们普通的中国人 因为前些年的很多资本大佬都在学股神巴菲特套路 来割普通人的韭菜 最后发现都是查理芒格玩剩下的 我们简单回顾一下 查理芒格的投资生涯就会发现太多熟悉的影子了 比如说他人生的第一桶金 就不是什么高明的投资 而是房地产 还是靠内部关系抓住机会 连续开发了四个楼盘 在70年代挣到了140万美元 相当于现在的好几亿 但是芒格不喜欢房地产的高周转高负债 所以又去收购了很多的小公司 包装一下卖出去又赚了几百万 像极了今天的私募股权投资 更熟悉的套路就是他遇到了巴菲特之后 构建资本版图的方式 简单来说就是瞄准收购现金流好的公司 收购完成之后 再拿这家公司的钱去收购其他现金流好的公司 就这样一层层的控制下去 如果说遇到阻碍 查理芒格会动用压倒性的法律手段 杀鸡近红 而且绝不手软 今年咱们新闻里经常听到的什么某天系之类资本帝国 也就是模仿查理芒格 到处吞并现金流充沛的公司 然后控制更多的公司 从而建立动不动上万亿的资本帝国 什么公司现金流最好呢 当然就是金融保险了 所以到最后呢 保险资金就成了伯克希尔哈萨维最强大的军火库 前几年风光无限的某能系 就是靠保险资金对传统制造大佬 巧取豪夺 学的其实也正是芒格 大佬们人人都想成为股神 人人都在学习股神 巴不得成为巴菲特的徒子徒孙 可惜啊 都只是学了一个最粗浅的皮毛和鸡汤去割了韭菜 其实股神的价值投资理论并不复杂 可是操作太难了 没有几个人有十几年的耐心和足够稳定的资金流 资本市场的诱惑跟变化太多 很容易误判 或者因为资金困境 不得已误入歧途 一个个最后都翻车 别说成为股神了 连金盆洗手都很难 问题就在缺少第二个查理芒格 毕竟的连巴菲特自己遇到芒格之前 也是处于投资低谷 无法把规模做大 作为股神副手的查理芒格 不但杀法决断 能够为巴菲特提供源源不断充足的资金弹药 还能够在波爵云轨的市场当中 保持敏锐的判断力 稳稳地把控波克希尔哈萨维这艘资本巨人 避开惊涛骇浪 沿着船长巴菲特指引的方向 一望无前 所以只有沃伦巴菲特和查理芒格 两个人结合在一起 才是一个完整的故身巴菲特 有人把芒格的思维总结成了100种模式 好像100种分析工具 然后当成秘籍去死记硬背 其实这些模式背后 是查理芒格对各个领域各个学科 极其广泛而深刻的涉猎 从哲学 数学 法律 建筑 物理 医学 到心理学 金融学 政治学 他都有从基本原理出发的理解 而且年纪越大 积累越多 形成了一套多元化的思维模式 能够从多个角度去理解同一件事 避免误判和不必要的冒险 最后得到最不会出错的结论 查理芒格也从来不认为 自己和巴菲特判断的有多对 只是比别人少犯错而已 这套思维中国人似曾相识 其实就是建立在 对社会运作透彻理解上的中庸 查理芒格自己也很喜欢读孔子 他的中国学生也说 查理芒格有时候感觉 就像是一个中国传统的士大夫 不像是一个美国人 这个世界最顶级的思维 往往都是相通的 这或许也是他在临终前 最后一个月在直播采访里 依旧看好中国的原因 关注小遥 知性理性 更懂人性 知性理性 感谢观看 记者听位置 材料